17. 經濟日報 原副期貨員滿豐富選擇權短線操作 2015年9月4日上市貴公司 期貨 6張稅益整理美國8月私人就業市場新增19萬份工作機會 表現得如學者預期的20.1萬份 不過明顯較7月的17.7萬份階 而美國勞動部公布的數據則顯示 2015年第二季非農生產力大幅提升 增幅創一年半以來最高紀錄 美國股市在樂觀經濟數據 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大動下 收盤全面走高 到瓊工業指數上漲1.82% 那斯達克指數漲幅更高達2.46% 在美股反彈的激勵下 亞洲股市早盤漲多跌少 台股昨日開高後指數一度回跌到平盤以下 但美盤在台積電等權值股力挺支撐下 中場仍上漲60.66點 以8095.95點作修 修復月善 不過成交量再度跌破900億元 僅856.47億元 由選擇權來觀察 昨日賣權成交集中在7700-7800序列 賣權成交集中在8100-8200序列 顯示台股短線區間為7800-8200點的中性區間形態 就技術面來看 台股昨天開高走高 從新站上周線為月線之上 可惜未能以一斤長紅直接大量突破 量能略縮至 856億 就均線角度來看 台股衰站上月線 卻是價漲量縮的價局 短線孔型難脫7900-8200的區間整理 建議保守看待為宜 因此投資人可利用短天期選擇權組合 一組買權多頭加差 及一組買權空頭加差策略賺取時間價值 但須仔細觀察部位Delta值的變化 Delta值不宜過大 以免風險過大 原副期貨提供